字幕志愿者 持相反的意見 認為區間測速這個科技的執法 應該要繼續的執行下去 其實是對於我們的交通的違規取締 是有幫助的是不是乃哥 其實我們要講到區間測速 應該要從他的歷史來說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艾達有解釋區間測速 你知道在1997年是誰發明的嗎 就是荷蘭人 他認為區間測速會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我們來看看 雖然我應該算是區間測速的苦足 就是剛剛艾達說的 因為你最常全台灣跑 我到現在環島9次了 那些地方我都去過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所以乃哥你有一本聖經是不是 哪邊有區間測速你就會知道 我們大概都會用什麼新的App 來去看這個區間測速 你知道那時候我的苦足是什麼 我不是因為接到發展 是因為你看我這有一個數字可以看到 有83這是什麼 這是78 這是就是在那個彰化 這個9公里長的區間測速 你注意看 那時候的限速是90公里 我的平均時速是78公里 然後我的寬限值的秒數可以看到 還剩下290秒 我才能通過這個班都會舉發 但是我的那個秒數已經超過了36秒 意思是什麼 可以開90公里的地方 我變成只能開78公里 因為大家都慢下來 真的在這一個區間測速 在這個西濱的地方 最常發生這種事情 到那一段那9公里 大家都開的超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就是要盯著時速表 所以我說我是一個很大的受害者 但是區間測速的利益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看既然有反對方 我們也要有正向的方面 第一因為人會有絞性的心態 造成事故 他會去 因為區間測速的里程都很長 最短大概都應該有1.8公里 在桃園龜山那一段山路的地方 他也有區間測速 現在也是取消 這個絞性的心理是因為 如果你沒車沒人的時候 那一段山路你會真的遵守50嗎 我猜很多人都不會 但是那邊有很多的岔路 如果人有經過的話 你一個彎道上去 可能就來不及了 所以有僥倖心態 但是我把這個時間拉長 距離拉長的時候 你就是隨時被監控你的時速 所以他可以矯正這樣的心態 再來的話 他可以省下不斷更新 測速照相機的預算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建制的過程中 譬如說他可以拉很長的距離 來做的時候 你的照相機一台很貴 如果你監測 這個是要結合其他的部分 就是說這個照相機 其實他有 就辨識車牌照相機 其實他有其他的功能 不只是舉發而已 這個就是在第三點 譬如說你ETC可以派上用場 就是說他的功能性可以增加很多 包括第四個減少意識攤塊的想法 這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二三四都是同一個事情 就是說如果這個區間測速 大家都遵守的時候 會怎麼樣呢 會矯正大家超速的心態 那減少這個超速的心態 就會減少警方人力的負擔 重點就是來自於零違規 零超速 零開法 然後零事故 希望達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就是區間測速的 當時的一個方法 意思就是你只要在合法的 這個速限裡面 你就不用去想說 這裡有沒有區間測速 而且他是用大數據可以分析 所有駕駛人的違規行為 所以用這個方法可以去改善 甚至改善你的道路設計 那所以區間測速 為什麼會讓人覺得超有感 其實舉兩個剛剛最有名的例子 第一個是愛大說的萬里隧道 萬里隧道是第一個使用的 你看他的實施前後的比例 他的這個最重要是違規見數 你看可以降低了94% 這是不是成效非常的好 再來的話平均的事故 也降低了77% 再來一個是大家最常用 尤其愛車人最喜歡去的地方 北宜公路 北宜公路在去年的4月 開始有一段區間測速 接下來有可能 因為成效太好 他說他可能要整段 60幾公里都來區間測速 全部都是40公里的時速 但是你要看看這一段 他的平均速度 平均車速是降低的 再來平均違規也降低 平均事故也降低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奇怪的地方 因為他是北宜公路這一個路段 他造成的這個事故是如何去計算 他是用整段去 因為以前這一段路 可能大家都知道 會有兩支照相機的位置可以放 其他地方其實都不適合警方人員去執法 所以方生意外都是在沒有那個測速 對 那如果你現在因為有了區間測速之後 是不是那還是依然會發生 他是真的是因為區間測速或速度造成的嗎 這個我覺得他還不一定 好 其實沒有一項科技執法或是任何一項的法規 是百分之百讓所有人都滿意的 可是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我們的社會大眾認為區間測速 他們又是什麼樣的想法呢 其實就有媒體針對區間測速 來進行一項民調 而如果說這個民調真的可以做參考的話 天啊 學衡我想請問一下 那這個我們政府單位是不是會覺得 啊 我要哭哭了 真的是信心崩潰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民眾認為執法的工具跟方法 就跟皇后的徵操一樣是不可侵犯的 一旦侵犯以後你就永遠疑神疑鬼 所以這一個是汽車專業網路媒體所做的 第一個是有91%的人認為從此以後 他就不相信區間測速了 那你想想看 那以後你不相信區間測速 每一個區間測速開出來的單 你都要申訴 你都要懷疑 你都要去指引 你都要找立法委員來關切說 這東西到底合不合法的話 他對地方的這個執法單位 包含了國道警察都會有影響 只有9%的人很寬容 他說執法初期的運作狀況難免 立即能休凳除錯 即可 但是就止止 這個說執法初期運行狀況難免的人 有沒有想過你多久檢測一次這個機器 這一次是剛好有兩個重機車友 要不是他兩個人一起走 只有一台重機的話 死無對證 人家還質疑說你的行車紀錄器不準 對 那所以這個有監測上面的問題 同樣 那後續要怎麼辦呢 如果大家已經質疑或者覺得這個 沒有用了 那64%的人 不過我認為這是過度反應的 就跟我們剛剛講皇后的爭操 你一下子覺得 哎呀糟糕受到威脅之後 很怒 這個也許時間久一點 不會有這麼劇烈的反彈 64%的人認為全面被子 永遠沒有用 再也不做了 這個到底是不是符合交通安全的思考 我覺得我們先不要看說 目前怎麼樣 如果拉長遠看 也許這數字會下降 但27%的人是說 那至少要暫停 確認法規檢測標準 還有各項環節 都無誤誤之後再重新用 因為不然現在不準了 你不準在那一直用 那我每天繳錢繳錢 我還要有時間去申訴 對 信貸度就降低很多 那當然也有人像乃哥一樣 就是左眼交通安全 應該持續推行 那我們很感謝乃哥是一個 這麼服從國家的一個好公民 相信他對於最近的紓困問題 都沒有意見 他都覺得國家發錢好棒棒 那所以整體來看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的問題就在於 你今天的器材 原先太輕忽了 這個東西可是要罰民眾的錢 奪人錢財如同殺人父母一樣 那你想民眾 民眾怎麼會覺得 這麼容易就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政府單位 要再拉回來看 目前民眾就想 就直接再問下一題 就是你對於目前現行的 這個超速系統 到底哪一個信任度最高 這個雷達測速 OK 就是固定型的雷達測速 然後區間測速兩個一比 差六倍 一個24% 一個4% 那傳統感應線圈系統 就在地面下這個37% 那結果竟然他對於人用的 或者就是我們的國道公路警察 經常在車上面或者在側邊 或他站在路邊拿著瞄準的 反而相信度是第二名 所以換句話說顯然這個不是人的問題 就是是不是有人操作 你看只差2% 那但問題就是區間測速系統 一旦失去了公信力之後 大家以後就不相信了 那請問對於一個系統 不相信你會不會遵守他的規範 反而他又對交通安全產生另外一個條 區間測速的確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才能夠挽回民眾對於區間測速執行的信心 但是我們知道目前在國道上面 是還沒有開始實施所謂的區間測速的 還是由警察利用雷射槍的方式來做取締是不是 張曹隊長 是的正確 目前國道取締超速的方式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屬於固定感的方式 它屬於採取的是面向的 就是設定好這個 這車道比如說有三個車道來講的話 只要通過那邊 我設定的速率 我要取締的標準在什麼地方 只要你達到那個數值 它就會自動拍照 然後擷取 然後直接上傳到雲端 第二種就是我們常見的 就是剛剛主持人 還有各位來賓所講的 延舉手持雷射槍 以這種方式來做一個 一個 就是做一個超速上面的取締 這個就是雷射槍 這就是雷射槍 它有三個鏡頭 不過剛剛學員講說很容易致癌 大家不要貼太近的 不要長時間去使用 不要貼太近對不對 我們也不會一直這樣子 OK 這個部分來講說因為 它已經有採取對人體無危害的 雷射光束波 然後我們可以這樣子使用 這個有經過國家標準檢驗 剛剛來賓所講的 其他的原理就是說 我從這地方雷射槍使用的方式 從這地方它一個發射器 還有一個接受器的方式 然後最後就是包含你設定的 比如這個路段的限數是100 那你要設定112以上要取締 寬限值 寬限值是法規設計的 這不是我們說寬限值多少就多少 那加10過去了以後 比如110 我設定為取締的一個速度 我只要參數設計去了以後 然後我只要打 它裡面會有一個紅點 你開啟之前它會有一個 這一切會有一個自我檢測功能 自我正常 然後我們必須每次出行的時候 都要做一個對一個車輛固定的物品 來做一個規定測試 那要看這個儀器是否正常 那這部儀器它每年都會送標準檢驗局 送檢一次 然後就像剛剛宰神所說的 這本來就是要一個儀器設備 叫法定的合法的一個設備 我們才能夠對外去執行 然後那回歸剛剛的話題 那我設定參數了以後 然後就對著我要設定的目標 來做一個測速 那問題裡面他也有講說 是不是每一部車 每個經過的車 我都要做一個這樣的測速動作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去打棒球 那我們在一個空間範圍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球啊 這樣過來大部分都是速度100好了 那你久了習慣了那個100的時候 突然有一顆球特別快的時候 我們的注意力會在哪裡 會在那顆球上面最快的那顆球 我們打超速也是這樣子 就在這個正常的車流來講 突然有一步很快的話 我們已經會被他吸引到 然後馬上就會對他 那是日間的部分 但夜間的話 我們就是以光速移動 當然這個必須要在國道 或者你有執行相關的經驗來講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判斷 他對一部車有沒有超速的嫌疑 很快的 我們現在回到快樂 今天到尾巴 去 described 去接聽 我們快樂 我們快樂 你們快樂 我們快樂 我們快樂 去看 nos快樂 我們快樂 我們快樂